这个是何其美鹿角爵 何其美是泰国北部的原生鹿角爵 这个是它现在的样子 它上面何其美是非常漂亮对称的那种 single head的鹿角爵 single head指的是它是单侧牙 不会长pop 就是它不会生宝宝的一个鹿角爵 然后它非常的对称 它的对称在于它的包子叶是两片 对不对 左一片右一片 除非是特别年纪大的何其美 它才会有多片的包子叶 但是也是在这个上面再叠一下 叠一下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基本上你养个四五年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两片 然后包子叶老的话它会自然脱落 下面是包子叶上面是营养叶 你看这营养叶新长的过弯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何其美的后面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root了 根了 然后呢其实这个何其美我们挂在这里养 已经大概有半年了吧 就它没有上板就一直挂着养 就本来是树上面养的嘛 然后把它拆下来 然后没有上板一直挂着养 但是它还是可以长出新的叶子 然后我等会会找一下它以前的照片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它现在的新的叶子冒出来 冒出来很漂亮 这是以前它老的叶子 老的叶子会有重重的咬 然后下面是包子叶 哎呀 但是这个好重啊 然后包子叶 挂一下 因为太重了 这是它的包子 包子叶这里有一坨包子 这个是有一坨包子 然后正好呢我们要采集一下这个包子 然后就拿了一个小卡片 再拿一个小塑料袋 这是一片包子叶采集下来的包子 其实还超级多 可以看一下 很多 一片叶子对不对 它分两个叉 然后它这里有包子 对啊 这个是小小的叶有对不对 然后呢它这个也是长包子的 这是一片叶子 然后它另外一片叶子 是这里有包子 然后这里也有包子对不对 好了我想偷懒了 等会让阿姨搞了 我是很懒的人 这个就是它的包子叶 这个刚刚拍了 你看它新的营养叶这样子 绕绕绕绕绕 绕到它根绕到后面去了 是不是 为什么这个我不上板 是因为我也想知道 直接从树上摘下来的和其美 不上板的话它能活吗 事实证明它是可以活的 对吧 它是可以活的 活得还挺好的 你看 是不是 大半年了 它的新的营养叶都能长出来 说明是不用上板的 这个后面就是一层一层营养叶叶叠起来 对不对 然后这是它的根 营养叶和根混在一起的东西 然后附在树上面长的 就野外的核其美 野外的鹿角菊就是这么附生 因为鹿角菊只有18种 那18种全都是在附在树上面养 长的鹿角菊 对不对 然后它是挂着养 然后把它摘下来之后 我很想知道它能不能 它没有脱离了树之后 能不能长 那很显然 这个就是个例子 它是可以长的 其次你也不用上板 你也可以养 对不对 我后面也没有放水苔 也没有放叶子棵 它就是接触空气 你就养了 当然了 你这个植物要养好 主要就是两点 一点是水 一点就是阳光 那对于鹿角菊 这个阳光不能过于强烈 所以我们的苗圃 是要有50%或者是80%的黑沙 那至于是50还是80 要根据你那个环境来判断 对吧 其次就是要浇水 水很重要 人不能不喝水 植物也不能不喝水 像人不吃饭的话 其实还能活很久了 对不对 几十天都可以 对吧 那个毕竟有断食啊 之类的 但是人不喝水 大概几天就要挂了 植物 它也不能不喝水 就是你要给它浇水 然后呢 要给它适当的光照 我之前有拍过影片讲 我们在野外看鹿角菊 你会看 在树叶子 然后这样子遮蔽一下 它直接 它真的就是没有直晒太阳 它就是有那种阴影啊 在阴影啊 又有点阳光的地方生长 做了一个实验 果然它半年哈 一直没有把它上班 它还是活得 活得挺好的 你看营养叶也长出新的来 老姐还非常漂亮 我是美艺 我在泰国 我要把鹿角菊 卖到全世界